大家好 这一节国际呢 先来看到大陆两会将会在3月4号登场 那么在这前夕呢 第14届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8次的会议在27号举行 那么这一次呢 其实外界的美光灯都是聚焦在 去年落马的前外交部长秦刚 以及前任的国防部长李尚福 他们的现况 那么这一次呢 该会议上昨天是在北京已经闭幕了 会议已经通过了 保守国家秘密法的修订案 而在人事方面呢 其实外界原本就预期会议闭幕会之后 就会发布新任的外交部长 不过呢 最终仍未有人事相关的一个消息 那么其实外界会如此的关注 主要是因为在这个两会前夕 3月4号前夕 秦刚和李尚福他们再一次的遭到了除名 那么回顾在去年10月 其实两个人是共同被免职之后 就再也没有相关的消息 仿佛呢 这两个人是人间蒸发一般 那么外界也就众说纷纭 而且根据这一次的会议公告 其实天津市的人大常委会 他们就决定 表示呢 公告里面就提到 他们接受秦刚是辞去了 第14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个代表职务 那么这也等同呢 看到石敬县秦刚 他是在去年2023年7月 当时遭到免除外长 10月呢 被免除国务委员之职 如今呢 他又辞去了全国的人大代表 但是呢 究竟何时提出辞呈 理由是 为何呢 这个依旧是一个谜 那么这一次的公告中 两个字 这个辞去一辞呢 其实也被外界认为 北京当局似乎是意在对外界来澄清 他已经死亡的一个传闻 因为呢 其实近期在它消失之后呢 在荧光幕之前消失之后 就不断地传出 秦刚呢 是自强或是遭到行求死亡等的声音 因此呢 外界认为中国官方似乎呢 是透过辞去两字 间接地撇除这个传闻 那么另外 依照过往的这个人大公告的用词 其实通常呢 可以看到去年这个7月和10月 通常都是用免除或是解除等的字眼 除此以外呢 外界也就推测了 除了秦刚以外 涉嫌涉入 火箭军贪腐必爱的李尚福 他在去年10月同样是遭到免职之后 这也陆续地被免除了其他的职务 那么李尚福 他是在去年10月底 就被免除了国务委员 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还有国防部长职务之后 这三个职务被免除之后 接着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他只剩下现在留有的职位 是中共中央委员 还有全国人大代表这三项 不过呢 最新在国防部的官网当中 近期似乎呢 是已经悄悄地移去了 李尚福他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的一个身份 但是呢 根据陆美就点出 其实理论上 如果要移除中共中央军委 要把这个除迷的话 理论上呢 必须是要召开三中全会 但是呢 国防部的官网 现在已经先动手 所以呢 这也因为李尚福他的调查呢 可能是有进展的 不过呢 李尚福他目前还有保留这个全国人大代表的位置 而秦刚呢 是已经被免除这项位置 跟着他是被辞去 他自己辞去 根据这个公告是辞去 那么尽管针对两个人的动向呢 外界还是众说分援 但是呢 这个留言还有说法都没有获得大陆官方的证实 那么大陆全国两会 其实呢 这个是中国的政台上的一个大事情 所以呢 外界普遍认为 这一次的两会 很有可能就会公布 讨论新的对台政策 还有可能会再一次的公布 新的中共高官的人事调整 不过呢 现在外界依旧是聚焦 秦刚还有李尚福的动向 大陆前外长秦刚 去年六月突然消失大众视野 直到七月底 大陆全国人大宣布免除外长一职 官方始终都没有说明 秦刚被免职的原因 引起众多猜想 如今在两会召开前 大陆全国人大公告指出 天津市人大常会 决定接受大陆前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 辞去人大代表职务 这次人大公告的用词 并不是以往常用的免除解除等 而是采用词去 令人认为这是间接博士秦刚已死的传闻 不过秦刚是在何时何地交出辞城 也无从得知 消失原因众说纷纭 美国是世界上头号的强国 曾有人爆料秦刚是涉及泄密案才下台 也有一说是和间谍女主播搞婚外情的关系 现在请辞消息一出 大陆网友纷纷好奇 秦刚人到底去哪了 下落同样令人一头雾水的 还有大陆前国防部长李尚福 去年8月底就消失 10月被免除国防部长 国务委员等职位 外传他是因为卷入火建军泄密 贪腐丑闻 外媒注意到 大陆国防部官网上的军事委员会名单 李尚福的名字已经消失 也有港媒报导 李尚福确实陆续被免职 但目前还是全国人大代表 而中央军委要开除人 理论上要召开三中全会 只是会都还没开 国防部就先动手 如今从权力中心到边缘 可能代表国防部对李尚福的调查 有新进展 记者钟晨亮王西宇报导 持续再来看到 匈牙利国会26号通过 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案 那么瑞典排除加入北约的 最后一道障碍 取得了北约所有的成员工同意 那么这也将成为北约的 第32个成员国 不过有一名瑞典的评论家 他就指出 瑞典加入北约 这个是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最愚蠢的决定 那么事实上 瑞典和邻国芬兰 曾经在2022年 俄乌战争之后 共同的申请要加入北约 但是呢 芬兰已经在去年加入 瑞典则是在经历 土耳其提出多项 有关瑞典国内 库德族政治活动议题 同时呢 匈牙利又提出了 延后通过瑞典升旗 当时呢 其实瑞典它是一波三折 最后呢 终于在26号 是成功的加入北约 那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 他也表示 瑞典终止200年 中立立场 现在加入北约 所以瑞典来说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 同时呢 他也表示加入北约 并不会增加俄罗斯 攻打瑞典的风险 他也相信加入北约 瑞典未来会更加的安全 而今期法国总统马克宏 他是因为表态 西方国家不应该要排除 派兵援武的 援助乌克兰的这个选项 此话一出呢 是立刻就引发了 北约盟国 还有美国的立刻驳斥 那马克宏呢 他在26号是表示 自己对于欧洲国家 向乌克兰派遣军队 是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那么尽管欧盟对此 并没有共识 但是呢 马克宏他说 这不排除 有可能会发生 对此 美国白宫声明就强调了 美国总统拜登 他的立场一向是很明确 仅仅呢 是会通过军援 让乌克兰的部队 是有需要的武器 还有弹药 但是呢 是不会派遣军队 进到乌克兰来帮忙作战 木教大厦发言人 也在简报中明确地表示 美国并没有计划 派遣美国军人 到乌克兰作战 我们没有计划 to send U.S. servicemembers to fight in Ukraine. The president has been pretty clear on that, and that continues to be our position. As it relates to providing assistance to Ukraine, I can really only speak in broad terms from a DOD standpoint. As you know, since the beginning of Russia's invasion, we have worked very hard to get security assistance to Ukrain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it's not just a U.S. effort, it's an international effort.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特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d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